現在有可能想像那個情況嗎 你們好厲害喔 現在有辦法幻想那個情形嗎 不一定 越南 你拍MV的時候有嘗試哭戲嗎 有啊 因為這個MV裡面有一個哭的戲 所以通常哭戲你要去 然後去醞釀 什麼是你的點 嗯 我也不太知道 情緒到哪了就 就會到 就會哭出來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運用一些 可能自己的 你會想一些傷心的事 這是最基本的那個演員會想到 你也是用這種方法嗎 如果 一般會有一些 像那次拍戲呢 那我看著就想著自己 本來那個情節就是我自己 躺在那裡 已經被 裝死了 那我就自己看著 我自己躺在那裡 然後就看著自己的照片 然後就放那個音樂 就嗚嗚嗚就哭了 對 就會有一個那種氣氛 是 所以我很期待看到那個 韓庚在大螢幕的演出 我相信很多的歌迷也跟我一樣 很雀躍 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你新的作品 那繼續下來呢 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韓庚的感情之路了 因為我們剛剛就在一直聊 就是說 其實你很少是一個 極度熱情或是極度奔放 其實基本上你是很內斂的人 你 是你刻意希望自己 不要有太多的情緒釋放出去嗎 我覺得就是我 從小就這樣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性格 那如果你遇到喜歡的女生 你會怎麼 其實我是 挺不好意思的 就很害羞的人 對 或者就是 很直白的就會考到 就是我很喜歡 真的嗎 對 會不會醞釀一下 就是喝點酒啊 或者 不會 所以你就會直接 我喝完酒我也不敢說 有的如果真的說我也不敢說 對 你也不敢說 那 你最後一次記得 你跟女生表白是什麼時候 好早啊 十 十八 十九歲 十八十九歲的時候 對 然後是同學嗎 還是 對同學 然後就跟她說你喜歡她 對 那她怎麼回應 回應讓我想想 回去讓我想想 我們也在告訴你 對 為什麼會想 太可愛了 你的女生也好鎮定 對 好 你回去讓我想講 因為女生就說 我從來沒想到這個問題 回去讓我想想 你就這樣 後來呢她有沒有給你答案 就答應我 如果你大致上形容你 你心裡面 其實很簡單 只要說身體善良的 說真的說我在工作的時候 她能把家裡家庭料理得很好 我覺得就夠了 你心裡頭部通通的 你心裡頭部通通的 沒有 現在沒有 有想嗎 現在全日工作 就沒有時間去想一些 我覺得現在還是 還有點走 再過一段時間 因為再過幾年 但是你是 會想要成立自己家庭的人 對 我很希望說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很穩定的一個家庭 我會喜歡你這樣 但你不會有 你會不會有 就是因為 畢竟很多人喜歡你 你會不會因為 粉絲的關係 然後去犧牲自己感情的這個方面 不會 不會 我覺得 都正常人嗎 就是都是普通人 我也可以去這麼做 好 所以剛剛就是 我覺得是要那種貼心的 然後會顧家的 讓你沒有後顧之憂的那種 對 其實很適合跟你在一起 那外型上 你喜歡嬌小的啊 還是高挑啊 中等就差不多 中等的就好 對 然後是 運動型啊 還是文靜的啊 文靜啊 安靜的 文靜的 安靜的 我也覺得你是喜歡 你是不是很可以 你兩個人在房間 要各做各的事 不用講話 對 對 對 我是有一點那樣的 是不是 我覺得你的環境都很安靜 對 我就喜歡 我不喜歡就是 吵吵鬧鬧 或者肩膀在我旁邊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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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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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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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就很煩的你知道嗎 就是還是安安靜靜的說 大家說在吃飯的時候 或者看見時候 聊聊天 安靜點聊聊天就可以了 對 也不是說兩個人就什麼都不說 我肝嫩眼 這樣看也不是 對 那我們接下來做一個 心理測驗好了 感受一下 測驗你如何來處理 異性對你的愛慕 我們倆一起做 因為其實這個我也不知道 它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一起看一下好了 你喜歡聽哪一種水聲 它是大概會預測你的心理 你喜歡這種 輕快流動的山間小溪 還是緩慢沉穩的平原大河 還是大海拍集 沿岸的激起的浪花 雷電交加的大雨聲 我不要喜歡第一個 輕快流動的山間小溪 好 因為我在想我要選哪一個 我覺得我好像緩慢沉穩的平原大河 因為平常在 死吧按摩都 叮 我懂 這樣比較好睡 好 那個是 那是平原大河的聲音嗎 還是 你覺得是 應該是這個 那我剛剛還能都選 那所以我們應該要先看別的 是不是 你沒有主持過命令前 好 好 來 先看B 選B的朋友 你們是什麼呢 好 你喜歡的感情方式 兩個人要像朋友一樣 用心持續地經營 互相信賴 感情是 慢慢深入而扎實的 好 好 那如果選C的 大海派氣海浪浪花 四 你重視心靈的感受 跟相互契合 非常注重感情的質感 能夠溫柔地對待你愛的人 全新的付出 而且寬闊的包容 跟大海一樣 好 雷電交加的話 你如果愛上一個人 會全心全意付出 不顧一切地為對方付出 容易被戲劇化的情節所吸引 可能會為愛而做出瘋狂的舉動 這一位 把口香腸塞到你嘴裡的粉絲 他應該會喜歡大語聲 好的 現在要揭曉了韓根 你會怎麼樣 處理異性的愛慕呢 你喜歡的感情方式是 彼此在一起 感覺很輕鬆愉快 偶爾有小爭執或 不開心反而會增進感情 與了解的催化技術 這樣有準嗎 嗯 很像 真的啊 所以你不會怕有衝突 我不怕 如果說吵架 你會寧願講清楚嗎 你會說開了 還是基本上你會 希望你就不要吵 不要有吵架 就我希望是不要有吵架 我覺得很麻煩 嗯 就是說 我也不想學浪費那個口舌 跟他去吵架對不對 是不是 嗯 那如果你心裡有不開心的呢 你會直接跟女生 會跟他直接說 嗯 嗯 說完大家談談就我好了 那就不要再吵了 也不要再說 知道就好 哈哈哈 你 你很像訓導主任 就是叫進來 你就不要再做 不要再吵架那就好 對 兩個人還得去說嘛 再討論 是吧 就是說那我 我覺得你這樣做不對啊 他說那怎麼 就有兩個人在說嘛 對 但不要去真的去 去吵 去爭執啊 那說完差不多OK 那我是這麼想 你這麼想 那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 一會兒別說這問題了 嗯 一會兒別說這問題 說了就算了 對說了就算了 大家知道就好 那你在韓國有交過韓國女朋友嗎 沒有 都沒有 有曾經動心過嗎 也沒有 也沒有 那現在有讓你動心的女孩嗎 也沒有 也沒有啊 嗯 在工作中都沒有遇到說曾經覺得 啊 沒有想 沒有想過 嗯 我覺得你是那種你在工作中 就會把你自己轉到一個 對 韓跟工作中 就所以我工作 就像MSN在換標 韓跟工作中 韓跟吃飯中 就是你會有 知道自己在做範圍 你很清楚的在分的 對我工作的時候就幾乎 我電話有時候就 交給我的經理人 我都不記得是接電話 對 完全是在工作的狀態 很專心 對 我覺得專心的韓跟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這次專心做的作品 所以這次韓跟更新 你可以看到新的不一樣的韓跟 然後感受到 平常他喜歡什麼樣子的音樂 如果你支持他 你就可以發現到他的用心 我們非常謝謝韓跟 這次真的很開心 看到你推出你個人的專輯 未來我相信你會有很多新的嘗試 跟新的作品 都一定要記得來娛樂在亞洲 跟喜歡你的朋友分享 一定來 謝謝韓跟 謝謝 拜拜